针对土耳其开始对叙利亚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列出了三个选项 参战制裁土耳其或者土库之间达成协议 并表示自己希望是最后一个 那么您对特朗普的这三个选项和他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其实这三个选项应该说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的话参战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说让现在土耳其跟库尔德族武装进行谈判也是不可能 那么为什么会提这三个条件呢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10月6号跟爱尔多安通话之后呢 爱尔多安这个停了不到三天时间就发起了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族武装的进攻 那么这种军事行动在美国确实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反应 因为对美国来说特别是一些保守的一些熟知中东政策的政客们认为 这是背叛了曾经跟自己留学牺牲的库尔德族的这种利益 那么应该说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表现 包括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大佬们都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如此做 但是特朗普去已定 那么从现在来说的话 他提出来制裁呢 应该说已经对土耳其有过多人的这种制裁 特别是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 那么美土关系的急转之下 还有土耳其二端呢 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导弹 那么美国对土耳其进行了多轮的净制裁 所以这个制裁呢并没有压垮二端 最原始的情况来看的话是特朗普总统向二端建议 就是说在那个叙利亚北部地区 从阿富林到东部的伊拉克边境地区呢 建立一条长490公里宽30公里的这样一个安全区 目的有二 第一呢要隔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族人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人之间的联系 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把现在滞留在土耳其境内的200多万叙利亚难民安置在这个缓冲区当中 所以这是特朗普的主意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特朗普的撤军呢实际上也是甩包袱 同时呢也给了阿尔多安这样一个契机 那么他提出来的这种三种选择呢 我觉得任何一种现在情况下的话阿尔多安都不可能答应